今年最长梅雨封面报道 让全台连续一星期降雨后 即将开始趋缓 气象局表示从周一周二开始 天气会转为晴朗 温度将会回升 北部最高温渴望来到35度 那明天以及后天 也就是周一以及周二这两天 由于西南风的增强 温度会温暖如下 那尤其是在台湾东南部地区 可能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 大家要把握两天的好天气 因为到了周三 又会有新一波封面报道 即使全台天气又会开始转为不稳定 各地降雨几率也会再度提高 西半部地区会有短暂震雨及雷雨 其他地区则需注意午后雷震雨的发生 那这波的封面接近呢 大致上会影响个两天 也就是周三以及周四 那由于天气比较不稳定 所以局部地区可能会有较大的雨势 那尤其是在山区的地方 是比较容易出现的 气象局也提醒 金门马祖亦有低云拓 局部物影响人见度 交通往返请留意航班资讯 未来一周人数梅雨多雨形态 雷雨实行注意雷急及强阵风 民众外出时也要留意天气变化 原始新闻离故隆 老爸学乎采访不到